各位同学们早,我是总统老师David老师 今天早上还是来一样,我们在CCTalk的早上的晨间美语 那我们还是进入到我的第26课 那就是说同学们,最近大家可能暑假到了 可能大家都比较忙一点 我在想,应该是有些同学 暑假的时候比较有空 但不一定,有的同学可能暑假更忙 还是一样 就是说同学们,我昨天也在整理一些资料 所以老师昨天整天都在打我的电子书 我想说看能不能在一个月之内 把我的电子书压成一个有影音的档案 可以比较容易做一点复习 那还是一样,昨天因为的课程比较赶一点 因为有些同学他去问那个因素的问题 那所以说,跳到因素的话 因为因素那个逻辑的话 他其实需要专门的课 去跑那堂课 会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 那还是一样,希望同学们就说 如果有跟着我早上的堂课 那就是说,希望大家有在读 有在背一些语法 因为语法它也是 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层面 那我今天先把我们的这个讲义打开来 那今天已经进入到26课了 那昨天我有示范了一段 那因为时间,因为两个小时的课程 那当然,老师是希望说两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是教语法 有一个小时是教这个发音 那当然昨天以为真的是有干扰到 OK,来,Let's go to Unit 26 今天我们讲的Basic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这个地方 老师的病也快好了 整整花了一个多礼拜 所以说 这个夏天到了 冷热交替的很厉害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冷气房 Air Condition Air Condition Room 有冷气的房 再跳出来就很容易生病 OK,来,我们看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ed There are books under pens There a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Is there a book under the bed? Are the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Yes, there is. No, they isn't. Yes, they are. No, they aren't. 所以你看声音还是压不下去 OK,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ed OK,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 跟昨天的剧情非常像 There a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好,那我们看到一样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的剧情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但是有些同学 比较基础的一点 看到这样子的剧情 有的就开始觉得有点复杂 那主要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There There There 好,那先注意一件事情 There这个字 它有一个好朋友 There 那个好朋友叫Here There 这个好朋友叫做Here There and here 当然我们讲的简单一点说 There就是那里 Here就是这个 那所以说一般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剧情是 那注意啊 那里有些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ed There a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好,先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剧情 好,我们直接跳到后面来 就是有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is, there are 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地方都是界隙之家地方 界隙之家地方 好,界隙之家地方 所以 注意一件事情啊 一般来说 你讲 这里那里 这里那里 你就可以用到There这个字 There这个字呢 它的用法非常多 那一般来说它也 其中有一种说法 它叫地方副词 地方副词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地方副词用到这个地方 那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当主词 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当主词 例如说我们讲很奇怪的一个句型 You are You are here 就是你在那里 你在这里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可以说你在这里 或者说你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人家 Here you are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Here的用法 非常多 非常多 那主要就是你自己要去想一下 自己去想一下 You are here Here you are 它的意思又不一样了 Here you are 你在这 我东西要给你 Here you are 都可以这样用 这是第一点 所以 我们有的时候 在这个句子做一个研判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一般来说 我们就讲一个简单一点 一般来说 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地方 有讲介系词喜欢加地方 地方名词 介系词喜欢加地方名词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 我们这种为什么Layer 比较奇怪 Layer 为什么它的用法这么多 因为它可以做一个 纯粹就是讲 那是个什么地方 去做一个取代的动作 去做一个取代的动作 那所以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一般我们在句子 如果看不懂 这个句子中 可能里面有一堆字 可能有一堆字 但是我看不懂它的意思是 我通常都跟同学讲 看不懂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 要去背那个公式 一个主词 One subject One verb 然后后面如果有字的话 我们是先走形容词 再加名词 如果有机会的话 所以我这边都会加夸乎 那我们再加 如果有戒篇的话 我就写戒系词 再加 戒篇当然我们知道 一定有名词的存在 好 那如果有名词 它一样形容词 还是可以写在它前面 一般我都会跟人家讲 这样的句型 万用句型 比较好用 所以当然 还是回到一个先诀的条件 先诀的条件 你找得到名词吗 你找得到名词吗 你知道句中 那个词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词 所以我们通常来说 我们都会要求 老师都会要求一些学生 你这个公式 不会背 但你先去问问一下 就是说你查得出 句子中的每个生词 它到底是什么词系 因为当你搞不懂的时候 你又不想查 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你很多东西对不起来 很多东西到最后 就会变得好像一个工作 你一开始 不愿意面对 最后就会发现 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这样 你要先回找 OK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 desk 跟bat desk 还有bat 如果我们去查 它都是一个蛮简单 它们都是一个名词 那名词的话 我通常 我还不叫人家做第二个工作 第二个功课 去查一下 它是countable 还是uncountable 去查一下 它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当然我们发现bad 以及desk 都蛮简单的 都是可数 所以我们套用这个逻辑 可数名字 在单数的时候 可数名字 在单数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呢 它前面就 要让它感觉到 有点特别 所以我们通常会说 是谁的 谁的 谁的 你的我的他的 给他一个属性 就是没有人的 你也写没有人的 就像 不指定的 无指定的 所以 常常有人问 为什么老师一定要讲 under the bed on the bed on the desk 我能不能不加 我跟他讲 不能 没有办法不加 你说 有的人常问 on the desk on the desk 到底差在哪 我跟他讲 一个on on the bed 那是你不知道 你没有 你的假设 他可能 在一个床上 on the bed on the desk 他现在可能 这个东西在一个桌子上 on the desk property on the desk 所以你看看 我刚才讲一个句子 就很简单 去看嘛 where is an where is the eraser i gave you 请问我给你的 那个橡皮擦在哪 where is the eraser where is the eraser where is the eraser that i gave you which i gave you 我给你的 我有个过句子 他说 probably on the desk probably somewhere on the desk 那就是意思说 可能在某个桌子上 我就用on a desk 我就不用on the desk 有on the desk 的时候就会告诉别人 是哪张桌子 你可能是说 那边教室里 有很多张桌子 可能在某张桌子上 probably somewhere on a desk 对不对 那你就用on a desk 我不用on the desk 所以这个就是有特定的没特定 所以我通常都跟同学讲 on 如果加的 为什么要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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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意思就是说 他有特定的对象 当然还是回到一个基础的一个 语法的课程的时候 我都会跟同学讲 你是不是先在这边找出 它是什么词 它是名词 你再去找它 是不是可数 还是不可数 countable or uncountable 那你发现它是countable 那你要讲单数的时候 记得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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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个字 复数的时候就不需要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比较好备的一个逻辑 复数的时候有个s以发 很special 所以既然special 就不需要再加 但你也可以加 不是说不能加 只是说 以语法来说是不加也可以 对 但是要看具体 好 那我们先看到 这个地方 一开始后面 这个比较容易解释 就是说 我们习惯用界系词 我们很喜欢 用个界系词 去加 它能配合的一个名字 当你加了地方 它就形成地方界系之天 当你加了时间 它就形成时间界系之天 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做点小复习 在后面这个地方 有规定说 可以放几个界系之天 那记得老师之前讲的课 界系之天 就看你需要多少个界系之天 来去解释你目前 与主持所产生的所谓的关联性 与主持去产生所谓的关联性 我们就用界系词来表达什么 时间地方 还有关系 时间地方以及 前方这个主持 前方这个主持 与后方 产生什么关联性 可以表达情况 状态 所以说 先讲这个界系词 最主要它就是 表达出一个position 表达出一个position 所以这个position这个字 它的解释方法就有很多了 position 一般就是我们讲位置 但是它也可以产生 A与B 有一些position上的问题 关联性产生是 它就可以产生很多种 A与B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翻成 切记词通常 也有人翻译成关系词 就看它 你怎么翻 也有人翻译成位置词 OK 所以说我们就比较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回到这个简单的句型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ed There are books and pens under the desk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两个地方 OK 好 先注意一件事情 先注意一件事情 这边我们就讲到 books books and pens books books and pens and pens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只讲书 你就讲books 如果你讲有书 就有笔 books and pens 这时候 你用到一个什么 你用到一个什么 连接词 conjunction 连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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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词固 固然 它的意思就是 去连接 连接 两个 但是一个的时候 它不会成立 当你连接两个 以上的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字句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是直句 但是我们很少说就是连接两个 副词 为什么呢 因为副词一般来说它 不需要连接词 它也可以两个 两个或多个串联在一起 只要是 意思不一样 可以的 可以的 我们是可以连续串 形容词 这其实也是 行动词看它的 看它的 看它是什么 什么样类别的行动词 它有不同 不同类别的行动词 不同类别的行动词 也可以一起串起来 但是同类别 就不行 还是要加 还是要加什么 连接词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用到连接词 用到连接词 为什么要用连接词呢 因为你发现 这两个名字 你没办法把它集合起来 你没办法把它变复合起来 你没办法把它组合在一起 这很简单点 组合不起来 这样组合不起来 因为书是书嘛 笔是笔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 不可能有一种名词叫做书笔 但是很简单 你看吗 如果你有text 你有text 你跟book合起来 就叫什么 textbook 那个是合得起来的 好 那如果你有 school 跟book school books 那搞不好还合得起来 对不对 所以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有些名词 它可以合起来 有些它合不起来 所以我们讲说 books and pens 它两个是属性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讲 there is a book there are books there are books and pens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三种 三种句型 第一个看到there is 第二个看到there are 第一个看到there is 第二个看到there are 好 there is there are 那这时候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 你要背起来的东西了 很多东西在这个地方 它的判断 就比较 会出现一点困难 出现一点困难 所以奇怪老师为什么 there is there are 这个there 怎么有的时候用ese 有的时候用are 有的时候用ese 有的时候用are 这就出现第一个 有的人就觉得蛮奇怪了 怎么它又是单数又是负数 那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一般来说讲 讲的一个简单的一点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主词单 配ese 主词负 我就写s好了 配are 主词单 主词 我们配ese 主词 s plural single and plural single plural 不不不不不 我们讲英语的时候 我们是用single 我用parrow 但是老师有时候 手写字的时候 那我还是把负给写出来 因为大家可能会说 好奇怪 两个都是parrow 我写个负 因为手写笔很难写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重点 一般我们在被句子的时候 我们去看 我先觉得条件还是回到那个点 我回到一个点 就是说 我这英语在简单的时候 在比较简单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学一些 比较简单的单词 那时候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 我们的主词到底是单还是负 但是有的时候 英语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学个几年了 就开始进入混乱期 哈哈 为什么我称混乱期 就是哎呦 怎么有的字 如果我不去翻一下字典 不去查一下字典 你慢慢的发现 不太好 不太好玩 为什么 因为你分不出它到底是 哪一类别的名词 因为真的要背起来很痛苦 痛苦 因为越背越多就背不下去了 这是一定的 尤其是有的时候 你稍微懒惰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包含我在内 当我们遇到一个很新鲜的字 很新的字 从来没看过 有的人就看一看 看看中文解释 随便看一下 或者有的人看都不看 大概猜一猜 觉得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之后你就发现 当你哪天要用到它的时候 你出现一个不确定性 我相信这个不确定性 一定会出现在大家身上 这就复杂了 就像我今天在讲这个 主持单 意思 主持负配R 有的人都觉得很简单 其实问题不是简单的点 问题是说 你有没有查 去搞清楚 这个到底是单还是负 这个是单还是负 就是你没有确定 再来有一种情况 再来有一种情况 我们现在来讲 有一种情况很复杂 因为我 讲的简单一点 主持单配E 主持负配R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就回到一个重点 有没有知道 Layer Layer既可以配E 也可以配R Layer既可以配E 也可以配R 那现在你今天要 还要记得一个小小的 在我的语法课之中 有点小小的地方 你要记得一下就是 有些词啊 有些词啊 有些名词啊 他们是单负数同行 单负同行 就他的单数跟他的负数 拼乏一模一样 好 我们就称这 单负同行 单负同行 单负同行的字 就好比我们讲 There 他的单 There 他的负 Here 他的单 Here 他的负 同一个字啊 同一个字啊 所以这时候就复杂了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 There is There are 他其实概念倒不难 但是你要 你就要 自己去想象一下 除了这个字以外 是不是你曾经有遇到什么字 你还真分不出他是单还是负 像我们讲一些比较简单的 像fish fish fish这个字 最简单的那个鱼啊 所以这鱼法书上 光是个fish 有的人就把它当文章来写 单数负数 该不该加 该不该 可不可以前面只加数字 单的时候是怎样 负的是怎样 如果加了es fishes 又代表不同种类的鱼 诶 这个讲老实话 就还真的蛮复杂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 国外小孩不吃这一套 不吃这一套 他就one fish two fish 不管你 有的时候他 two fishes 老实也不算他错 对不对 所以说 但是就很奇怪 可是如果跑在我们 这英语非 非我们的主要语言 大家就开始 一定要讲出这个fish 该怎么用 该怎么用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稍微用错一点 老师就很 所以国外的小孩 其实还真的蛮好玩的 我倒不太觉得说 国外小孩子真的搞不清楚 哪些字不可以加负数 哪些字一定是单 哪些 哪些单的 加了负数一定会变怎样 我倒不太觉得 他们就是一直都是犯 基本功 基本都错误 但是老师有真的在乎吗 我倒不觉得 因为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国外是没有什么考试的 这个国中升高中 不需要考试 因为19年义务教育 所以 12年义务教育 我讲出了 12年义务教育 所以 等他们真的要去 要去考考试的 第一个考试是考什么 考大学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 我应该严格来说要这样讲 他们如果只是要上专科学校 我们讲大专 我们讲college 不要讲UC 我们讲college 的话 还不用考 高中成就得进去 所以说 很多人很注重 所以我真的会很在乎 这个一点点小错小对的地方 其实我们这个学外语的人 我们才特别在乎 对他们本国的人 就是错一点就错一点吧 英文也不过就那几个字 少数几个字怪 那当然 我们就先回到一个重点来 你还是要记得一个重点 我常跟人家讲 有些名字很怪 那你要先去考量 我都会讲个故事 我知道英语 英语这个就是这样 来自英国 对不对 英国又刚好是什么 一个岛 对不对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 你要去想想看这个岛上有什么 岛上有什么 跟没有什么 原本 你不要想自己 你去想个几千年前 它就一个岛 所以他最常看到什么 就鱼嘛 要出来补鱼嘛 所以鱼这个东西 你要去想 他原来那个 一开始在讲鱼的时候 他可能那个年代 比较久 他没有什么单数复苏的概念 所以 Fish 就Fish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注意很好玩 这岛上应该会有的东西 我常跟人家讲 老师 有人问我说 老师那tiger 为什么可以加s 我都问他说 英国有老虎吗 应该是没有 那就对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有些字啊 看得到 他看得到东西 原本就看得到东西 他就变得很怪 像我们讲mouse 複数就是mice 对不对 他也不加s 对不对 所以 有的时候我在跟他讲 你用另类思考的方法 另类思考的方法 有些字存在的越久 你感觉这个字 历史悠久 当然有的人说 我感觉不出来 那我真的还没办法 新世代的 很多 分不出来 那我们比较老的人 我们大概还有一点概念 你现在跟一些 比较年纪轻的人讲一些东西 他听不懂 哈哈哈哈 你听不懂 但是 重点来了 我刚讲一个诀窍 去想想这个岛 有什么东西 大概有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 大概都会让你觉得 背起来很痛苦 就是该加s的时候 他不加s 还有一种 我们今天教的叫什么 单负同行 今天教的一个重点就是 单负同行 所以 在做一件事情 there there 你并没有办法去看出这个 there 到底是单数 还是负数 所以你反而要小心 当你遇到一个 单负同行的字 单负同行的字 所以我们讲 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is there are 我要怎么看出there 这个there 到底是单的there there 还是负的there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eats跟are eats andare 来做个区别 但有的人觉得说 老师这不难了 当然不难了 因为你已经看到eats跟are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 你有遇到一个单负同行的字 那你不知道要加的是eats 还是are 这个才叫难 难的不会是 我已经告诉你一个答案 我难的是说 如果今天我的主子 我并分不出来 他是单还是负 他是单负同行事 你要怎么处理才是一个问题点 好 那这个地方 再来 第二个重点在这个地方 is there a book are there books and pens are the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那这时候他用到一个什么 用到一个连接词 用到一个连接词 所以当你有两个东西的时候 例如说这两个都是单 或两个都是负 或一单一负 无所谓 不过一般来说 我不建议写一个单跟一个负 如果是写一个单跟一个负 那你就一个要写什么 there are a 或and 什么东西 负 你也可以这样写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 我们不建议就是说这样看起来怪怪 因为有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怪 奇怪 这边一个东西再配上负数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在写作的上面 我们会尽量告诉别人 你不要去有太多想法 不要有太多想法 因为万一你想法多了 小错一大堆 何必呢 对不对 你就多些负 不会 但是我一直回到一个逻辑 很多人就是有很多想法 就是说你跟他讲他不会听的 他就是喜欢踩 踩虹线 有听懂意思吗 有的人就喜欢踩虹线 你跟他讲说 我们讲 there are 最好两边都写负 老师不要 明明就那边就是有一个东西 跟很多东西 我就写er什么东西 and什么负数 我说ok好 没有关系 你有想法 很多人就是因为想法太多了 那当然 也无辜 纯粹语法上来看 他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 就是当你这类型的剧情写的多了 我不知道你在哪一段这种 可能就被人家抓到小辫子了 抓到小辫子 人家就要 有的时候去考试 那修理你一次就够了 不需要修理你两次 修理一次就够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回到一个逻辑 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 你最好两边都写负 两边都写负 但是有的同学就是 我一个写单 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写负 ns plural 这样其实就是我们会 跳入另外一个陷阱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两边去做的对等 我们两边就是最好一样 就像我们讲说 我喜欢猫 好 好 I like cats 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句子 好 好 I like cats 可是就偏偏有同学 所以他就一定要写I like a cat 我相信一定有同学是喜欢这样写 I like a cat 我会跟他讲 你喜欢猫的话 那猫应该是每只猫你都喜欢 他说不 我就喜欢那一只而已 我没有喜欢其他字 他就是采取用硬 有的同学就是属于硬凹型 硬凹型的同学就是 你跟他讲他不会听的 说破嘴了 他不会听 所以我教书的时间够久 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同学 过了过了几年后他听的 你们要不要猜猜看 我真的有遇到同学 从小教到他 到了大了 都大学毕业了 才跟我讲 哎呀 老师 当时我应该听你 我也其实说老实话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是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 如果我可以回到国中 回到国小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我一定会重新选一个正确的行业别 或者不要绕这么大一圈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 你有时候想 我小时候怎样怎样 所以刚刚讲一个简单 I like cats I like cats 一般我们就是用 你们看到就是用负数 可是一定会有人写 I like a cat 可是你讲不听 所以就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就跟这个很像 通常我们如果前面是负 我们后面就搭配负 如果你用连接词的时候 你喜欢这个 I like this and that 或怎么样 你就是前面单就配单 后面负就配负 这是一个写作上通常 大家的习惯而已 大家的惯性习惯 并没有说语法上不能 一个单配负 一个单配一个负 没有说一定错 只是说有的时候 你不要被人家抓到小辫子 抓到小辫子的时候 哇 什么情况之后抓到小辫子呢 例如说 可能这个跟那个 并不能这样搭的时候 或者比较听起来怪怪的时候 或者有的时候 有些是怪用语 怪用复苏的时候 哇 你就惨 你就惨 这种情况非常多种 这简单的单词 看起来都很合理 但是当你学的生词量够多时 而你不肯 跟随的一个基本守则时 那你哪一天 你可能会 老师啊 你问我一个什么错 你又把那个句子传给我 啊 我常常会 听到啊 很多同学真的在网路上啊 就会传给我一对 啊 有加入我的CC群的啊 大概 大概同学们如果真的有加入我CC群 都知道啊 我是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 甚至啊 我知道也有些同学他不是 在我们的群组啊 他可能比较害羞啊 那个私下 啊 传东西给我啊 我都会帮他 能回答的我就回答 所以啊 所以我讲啊 我像是一个吸收器啊 常常会有人问我问题啊 所以我大概知道一般人的错误在哪里啊 好 那刚才讲一个啊 就是Ease跟R的重心啊 Ease跟R 我们并看不出来 它是单数还是负数 我们没有办法看出 There是单还是负数 所以遇到像这样子的生质 这样子的生质 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是用Ease或R 来区别这个There是单还是负 再来 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要看的就在这里了 第二个点要看的就在这里了 所以There 配上B动词后 然后我们看看后方 是单还是负 那记得什么是B动词 那我们再做一个复习 B动词 很快的啊 我们就会跳脱B动词的这种巨型 很快的啊 因为这都已经20多课了 那当然跳出B动词之后 那我希望同学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啊 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会从简单巨型跳到比较复杂一点的巨型 会讲其他的一些语法啊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在简单的地方搞清楚 什么是B动词 我们再讲一遍啊 B动词一般啊 它跟动词很像 当然我们会把动词 就像名词 就像名词啊 我们喜欢把名词先去分类别 把它分成countable或uncountable 那当然动词这个地方 我跟同学讲 一般你去想一下 英文它的句子 它是必须啊 如果是完整句的话 complete sentence a complete sentence must contain a subject and a verb 一个完整句 它必须要一个主词跟动词 这个是 这个是他们的 这个国外的一个语法 他们有一种大学的语法 这种课程 语法 专门研究语法的协会 他们所制定的 某些在书写上的要求 那有没有这样类型的书 其实是没有 他们就是协会 又是一个网站 里面有一大堆 你想想不到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 规则都在里面 很多老师就放在一个公开平台 大家去研究哪个字可以搭配什么 非常复杂 那比字典还复杂 就很多人写了一大堆 啰哩巴说的东西 对我来说 我感觉 你怎么一进去一看 头都炸掉了 而且那里面还非常容易吵架 就是每个老师意见不同的时候 但这对简单的东西 大家的意见是一样 如果对复杂一点的 那就很上脑间 不过我记得没错 还需要一些加入会员 加入他们的教师联盟 OK Anyway我们来看 动词我们讲一个简单一点 我喜欢把它区别为 它到底是有动作 能看得到动作 还是纯粹是想法 没有动作 那我就把它归成想法 所以注意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ed 这个情况时 我们可以看到说 剧中只有在讲 有book bad 那我来教你一个简单的操作方法 你看到了一本书 我知道有些人 有些人 他的 有些同学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B动词 什么时候要用B动词 有些同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用B动词 那我会问你 讲一个情况 我现在就讲一个状态 你看到的书 book 你看到的床 under 在它下面 你有想要去拿吗 你有想做 这个书跟这个床 现在产生了一个位置 你看到了这个状态 你看到了这个情况 那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英语非常差的 非常差的 你不太了解 因为我必须要假设 我必须要假设你的英语 你连这种状态 你都分不出来 需不需要用B动词 需不需要用动词 那我只能这样假设 我只能这样假设 那请问 老师问你一句话 一看到书 又看到床 你有想要做任何动作吗 你有时候想去手去拿那个书 想去移动一下那个书 或者你想对这书 或这床做任何事情 如果都没有的话 都没有的话 都没有的话 那你现在刚好就套路 你现在因为你 很惨 没有产生任何行为 那你就请你补一个B动词进去 因为你看到books 我教人这样 所以我通常教同学这样写 你看到books 那你写一个介细词 books 后面写什么 on under under the back 复苏的书 under the back 刚刚看到那个书 看到这个书在下面 under the back 这时候我们把句型还原 怎么样把它还原呢 那你是不是 因为books是负数 所以前面再补一个什么 R 我在讲没错 对不对 books under the back books是负数 你去配个R 那前面再补一个什么 那里 所以就配个什么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ack 如果你的英语非常技术 你唯一操作这个句型的方式 就是像我刚才这样讲 A 怎么样 因为没有动作先补个R进去 再把前面 再补个there 所以这个there 那它形成这样的句型是什么意思 there are there are books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ack 好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子 这样子的句型 实际上在语法上是怎么看的 语法上来看的话 这个books 会跟这个there 形成一个什么 对的 有听懂吗 好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一个 books under the back 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books的前面之家 the books are under the back 你也可以这样写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写的时候 你在前面再加there there are books 就是那里有书 这个there there 就跟这个book 产生了一个对本 的关系了 就是那里有书 那里有书 但是因为它用了连接词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跟这整段有关系 books under the back books under the back 有听到老师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床下的这些书 同时 跟这个前面there 产生一个什么 告诉别人 整个这个状况就是 有好多书在什么 床下 这就是一个简单b句型 简单b句型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先去看 我看到一个床 我先去看到一个床 然后我又不知道这个句子是什么句型 就像我刚才再重复一遍 我看到有书 我看到有床 我会问你 有没有动作 你有没有想对这书 或这床做任何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落入了 你就套入了一个什么 简单b句型 好 简单b句型之后还是一样 如果改成疑问句 你要怎么改 你就把 there is 的ease 移到their前 或者there are 的are 往前移 所以记得一个 英语的一个基本守则 英语的基本守则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b动词 b动词是一个很特别的动词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把 助动词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把助动词移到主词前 去找疑问句 那b动词很特别 因为我们一般在讲助动词 有的助动词可以当动词用 像do does 既可以当动词 又可以当助动词 那有的不行 像well well就不行 well的话 他是不能当动词的 不一定 这也不是完全 he is welling 的时候 他是当分词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在教这个语法的时候 很特别 有的人会把这个分词 你把它当成动词用 我会把它分的比较细一点 分词是分词 动词是动词 但有的同学 我说他的老师 每个老师的教法不同 有的老师会把分词当动词用 那我不敢保证 我不敢保证你的老师是哪个派系的 哪个派系 因为教语法派系太多了 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所以我不会在这上面 多做文章 因为每个老师的教法不同 万一说 我教了你什么固定的模式 结果你的老师 完全不肯承认是 那很复杂 因为我常常在一些 这种 这种英语的这种平台 就是做交流 我都发现很多的观点 真的很复杂 尤其是老师 老师们还不能 鼻子不能 鼻子不能说怎样 服对方 有的人会认为 participal就是participal 就像我刚讲的那句 participal就是participal 就是分词 可是有的人 不是 他一定要说participal 是个 被分词化的地方 他还是坚持是动词 派系不动 ok 所以我们看 刚刚就看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要你去想一下 B动词的句型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B动词 它除了当 在没有动词 所以我们有讲的 有一种有句话 当B动词 通常也有一些老讲 B动词是当句子中 没有动词的时候 把它补进去的 补进去当一个动词 Bever 所以它很特别 它又可以当动词 又可以当类似什么 柱动词 又可以当linking 连锥动词 所以 它一个词 多用 所以我又回到那句话 我又回到那句话 如果一个字 是一个词 它存在的历史够久 那你就要小心它的用法 保证是非常多的 好 所以说如果 注意一件事情 这边如果我们用 看到问句 有助动 我们当然也会教同学 另外一种思考逻辑 就是 当你用助动词 或B动词所造的问句 用B动词问的 你去B动词回 用助动词问的 去助动词回 那又不合逻辑了 当然有的同学 他又坚持 他有不同的笑话 他就说 真的 就是 我永远都会遇到这类型的同学 就是说 啊 跟他讲 B动词问 B动词回 助动词问 助动词回 他就偏偏跟他讲 明明是B动词回 他偏偏用的助动词回 Are you? Yes, I do Is he? Yes, he does 就是有这种同学 你不要说 没有 你给他改错了 他会跟你 闹翻天 吵啊 吵啊 厉害一点的 甚至把他爸妈都找来了 硬要跟你讲 这个状况是可以的 所以说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种多张笑话 听一听就好了 就是老师 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 所以记得一个观念是什么 我们 基本上就是 助动词问 助动词回 B动词回 Is he? He is 你不要 Is he? He does Are you? 你就写 I do 这样子听起来真的很特别 但是 一定会有同学说 可是我就听到什么老外 我问他 Are you okay? Yes, I do 那怎么办 那无所谓 因为口语嘛 有的人他有惯用语嘛 对不对 有的人他有惯用语嘛 对不对 他不管 你问他 Are you okay? Are you fine? Is everything okay? Oh, yes, I do 哇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我在讲嘛 有的人他惯用语叫I do 就是I am 那你能管得找他嘛 对不对 那一定是错嘛 不见得嘛 那是他喜欢嘛 因为那又不是用来改作业的层面 因为就会有人问我这问题 我上次听到一个老外 我这样讲他真的要毁 那就老外嘛 你管得找他嘛 对不对 是你要考试 不是他要考试 他们也要考试 所以我一直跟朋友讲 不是老师要考试 是你要考试 你跟我强辫是没有用 好 所以我们注意 回到一个重点 Is there? Are there? 如果肯定去 Yes, there is No, there isn't Yes, there are No, there aren't There aren't 所以你要记得 Yes,肯定死 No,肯定复死 那当然我们在no的时候 后面还会再加个not 连用 Yes, there is No, there isn't Yes, there are No, there aren't 好的,来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生词 希望大家今天搞清楚 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什么 主词 有些主词是什么 单负同行 我今天讲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有些主词 有些主词 它是单负同行 那你要怎么去区别它是单还是负 你可能要看它后面搭配的这个B动词是单还是负 我今天讲的一个简单的药 在这边 当然也是你可以养成习惯 找到一个生词 其实我觉得生词之中最困难的就莫过于就是我们讲的uncountable那一对 就是我们讲不可数 不可数之中如果又遇到单负同行的那还真的很痛苦 因为你实在是搞得清楚 所以就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我建议同学们就是说 遇到那样的字 看看例句 要把它的例句给它好好的背起来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要教的 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到house 可数 记得吗 house o加you 有拿到我的音速的同学 我知道有些同学 他会觉得很复杂 他会觉得很复杂 所以我每天都会提供给想要读的同学们五个连结 好,那我希望 真的有同学他会想要去研究一下 就是你每天当做是充质量 当做是充质量 你可以去看看 那这是一个习惯性问题 这个我就要讲一下 我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常常遇到同学有跟蛮多种 蛮多种同学 有的同学啊 父母可能要求的比较严 比较严一点 我常常会看到比较用功的同学 在那边拿一张纸 一张笔 每天在那边一直抄 像我以前就遇到一个小女孩 她小一小二我都要教她 就发现奇怪 她怎么每次来就在那边 背五十个生词 五十个生词 每个字又要抄 要抄五十遍 我想哇一个小孩子 怎么这么用功 我都没有那么用功 妈妈就是每天在要求她 妈妈就是每天在要求她 所以说你自己要下个目标 你自己要下个目标 那有的人说 我不想 我就看几个字就好了 这个字我用不到 那个字我用不到 我不想背 我用不到 那我 其实我还是想问你 哪些是你用不到的 你能区别出来吗 我都不知道 哪些字是我用得到 哪些字是我用不到 所以每天那五篇 它里面大概 至少会跑出二十到五十个生词 都不困难 还有一些发音逻辑 那我希望有家群的同学们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老师没有办法在基础发音 我没有办法在基础发音 每一堂课都慢慢带 每一堂课我都慢慢带的话 有的人觉得速度太慢 有的人觉得OK 有的人觉得太慢 像我今天教你们的语法 我教你的是概念 教你的是概念 我不太想说 所以我们概念带完了之后 我们比较会偏向于直接去做文章分析 文章分析时就带得非常快 有的人知道痛苦点在打 所以我们先看 这边我们在讲因素的话 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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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知道一结尾 如果有看我那个因素课程 我们知道O-U-S-E 它就念什么 O-U-S-E O-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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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a sofa的话呢 sofa的话 sofa的话 有的人会念sofa sofa o 因为它结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那先注意一件事情 sofa的话 如果我们就以因素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分成两边 它分成两边 前面这一端 因为它有重音 它有重音 所以o是为 o怎样 o在强音节中是最后一个字母的时候 它会念长远 我们的解释方法 o是音节的最后一个字母是 o通常会念长远 o的长远就是o 是会念什么 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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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的人喜欢把最后结尾语的 o sofa sofa 有的人会念sofa 它会念a 这都有人念 所以英语 看看它是东部州 还是东部的州 还是西部的州 在美语来看 西部的 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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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念a 因为拉丁美洲 拉丁美 美意 在那边非常多 o的a 然后我们会在结尾会念a 就好像我们讲一个英语一个字b r a b r a b r a 我们就念bra bra a a bra 对不对 它就会这样念了 所以说很多人知道a结尾的时候 我们都会类似念a 这种 chair 就比较复杂了 chair 就是我们讲的圆圆r 有拿到我自然 拿到我的 我这有家群的同学们 在我的文件分享一个自然音标5 那我希望说同学你可以看里面有一些老师早期在写这个国际音标 我跟自然拼读的一些守折 圆圆r的时候 当我们讲圆圆r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三元音 它是一个三元音的构造 因为它反推过来的音标叫做air 反推过来的音标叫air 音试音标就念什么 air 所以注意 在音试的这个air 它就是公认的双元音符号 所以你看它是三个音 三个字母 它是跳回来变两个音 跳回来变两个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通常我会教同学 三个的时候 三个的时候 如果降成两个的话 那第一个 三个中的第一个一定会做一个短元音 并且是破名 所以a就变什么 and 再加最后一个 air chairs chairs 所以有人念chairs 有人念chairs 所以ch念ch chairs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它原本是从live live 我们念live 这个字转过来的 所以ing是它分界点 所以前面是什么 圆腹 所以念短 living room 又是刚刚一样 lamb 圆腹腹 所以我们念什么 短 a就念a 所以念什么 lamb 所以你要先养成一个习惯 a e i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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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元音 就念什么 a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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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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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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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听到同学们在发音 我跟同学们讲一个建议 当你在讲短缘音的时候 它就比较short 它英文曲的名字 我们想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国际音标的时候 这个不叫短缘音 这个叫什么 manaphsons 这个是底点 你要重新的去把你的头脑 把它放空 去把它想象一下 在国际音标的时候 我们讲的 它不叫短缘音 它叫做manaphsons 叫单缘音 叫单缘音 那我们讲的 a e i i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dipsal 这个注意一点 在国际音标中的时候 我们是称它叫dipsal 叫双圆音 并不是叫长圆音 并不是叫长圆音 所以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这 当我们讲了 这是在自然拼读 phonic中 我们把这么多个原因符号 从取出来五个 我们把a i o u 它其实有很多种法语 a i o u 在短缘音词可以念a i o u 但是我们的or也可以念or u也可以念or 对不对 所以重点来了 所以既然 既然 我们会在自然拼图中 我们在自然拼图中 会把这五个归成short 我们称它叫short 要知道很多外国人 很多外国人他们是不学国际音标 不学国际音标的 很多大部分的美国小孩子 他们看不懂音标 但是英国的小孩子就一定看得懂 这我要先跟你们讲 有的人常 有的老师 我认为就是说 他没有去面对真正的一个学习的状态 去做一个整体考量 常常会有人在问这句话 外国小孩到底学不学音标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 我就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答案 美国小孩不学 英国小孩要学 说英国小孩不学那是骗你 因为我问过很多来自英国欧洲的小孩 不但要学还一定要学 所以不要再被别人骗了说 外国小孩不读音标 那是在指美国的小孩子 那不是在指欧洲的小孩子 欧洲小孩子我随便问一个 我一大堆朋友来自欧洲的 要学 而且还要学IPA 那是他们的固定课程 所以说不学的那个 像我以前也常常问人家的问题 到底学不学 后来我是真的常常去问老外 所以我得到一个答案 其实是要学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重点 我们在讲的这个短缘音 但短缘的原因就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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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一定要背 阿 而且注意老师在念的时候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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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 它其实叫做什么 就是Dipsum 当然在国际自然病毒的时候 我们点了称叫Long Long它其实有个很复杂的点 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搞得太清楚 其实Long的这个概念 意思就是说它比较长 在这个音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它也比较圆滑一点 圆滑一点 像我们讲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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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 它 一个 我们这讲IPA的这个国际 国际印象主席 他认为A的 在发音的时候是从 A 以及E 两边同时 朝一个 一个音准的地方 两边这样子谐音过去 所以记得 所以你还是要念A E A E E E I I O O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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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养成这个习惯 念的比较延长 一点 所以我们看Telephone 分音节这样分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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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音节 所以圆滑音 所以念短 Telephone 最后这个是什么 圆滑一 所以念长 Fong TV Stove Stove是什么 圆滑一 所以念什么 长 O 念O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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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滑 所以念什么 短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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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H 念曲 所以TCH 我们可以合起来 也是念曲 所以Kitchen Kitchen Dining room 它是从Dine 这个是来的 所以有的人就说 他说为什么Dining room 要 那个 那个是圆滑 去念长 我会说Dining 它是从Dine Dine Dine 这个动词 转来的 那Dine 的时候它是圆滑一 那Dining 是它的分词 是它的分词 是它的变化型 那所以 怎么说呢 所以它还是要套用 它的原生字的公式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所以有的人说 自然拼图 好简单 我说没有 自然拼图 它自然拼图 没有公式 我说 那是因为你 你不知道它有公式 Dining 为什么念Dining 因为它原来的字叫Dine 所以我们看到 ing结尾的字 我们到假设 它是去一加ing 所以 Ine 的时候 就是母子 原辅一 所以念长 Dine Dining room Dining room Toilet 记得 Toilet 为什么念toilet呢 记得OIOI 我们会念什么 OI OIOI 我们会念OI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双原音 Toilet Sink 原夫符 所以我们念什么 Ink Sink Bathroom 在这个地方 所以 怎么去区别音结 当然先决条件 有的人说 老师 要怎么分音结 我会问你 请问你有没有一些单字的逻辑 生词的逻辑 例如说你知道Bath Room Bath是个字 Room也是个字 就好像我们讲 就好像我们讲 Bathroom Bathroom 你知道Bath是个字 Room是个字 所以你要把它从中间拆开来 但有的人觉得它 没有那个概念 那我就讲 说明它自然拼读 其实 也是要被规则的 所以Bathroom把它分开来 ATH 就是什么 圆符符 所以念短 Bathroom Next to 这边又是怎样 圆符符 所以念什么 短 X X 念 Cuz Next to 记得To这个字 虽然是O结尾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在备 备这个备法 我们都知道 O结尾是O念长远 但是有 O的长远 一般来说是念 O 但是 有的时候破音 我会念 U 比如说D-O 我们就念 Do T-O 我们就念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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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蛮好玩的 因为你不管是T-O 我们念 To T-O-O 我们也念 To T-W-O 我们也念 To 这就比较复杂 所以 To 到底 你的讲是哪个To 所以说 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音标来表达英语 像你看这三个To 就是都念To 如果写音标来看是一模一样 念法一样 再来就是In front of 注意啊 有的时候O 它念短缘的时候是可以念破音 所以有的人认为它是In front 它是念二音 In front of In front of 那这个of也一样 你可以念of 念重一点的时候 Earth 你会有念Earth 都有啊 如果你看国际音标的那个书籍的话 就是of的音啊 of of Earth 三个音都有啊 Behind Behind Behind的有很特别 为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个圆伏符 圆伏符 应该是念短 啊 念短 但是它是念Behind Eyes 念长缘啊 Hind Behind 所以前面那个落音啊 Behind 那我先注意一件事情哦 在这个西瓦的地方 在落音的形式 因式的人偏好念义音 美式的人偏好念恶音 好 这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啊 习惯性问题 所以我其实我也在研究因式的念法 在落音形式的时候 美式美国人是偏向念恶啊 因式的人偏向念义 所以它会用这个轻易音去做的协 协和啊 去念一个协音啊 好 在这个呢 O-N 圆伏音 所以念短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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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啊 所以重音在前 前圆伏念短 U-N 尾音E-R 念R U-N-D-R 好 那还是一样 这边其实不困难啊 这边不困难的话 来 我们来看看 看看今天有没有哪位同学 愿意来复习一下啊 有没有同学愿意来跟老师做一下复习 我们看这边有 house bed bedroom sofa chairs living lamp telephone tv stove kitchen dining toilet think has bathroom next to in front behind on under 好 我们来看就是锯行 锯行就在这边了啊 there are books under the bed there a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is there a book under the bed yes are there books and pens on the desk yes there is no there isn't 利用这样子巨型 利用这样的巨型 昨天我们造的都比较简单吧 所以今天 我看看哪位同学啊 老师还是有点比赛啊 这次病的算是时间是很久 其实我这一次生病啊 严格来说超过十天啊 我在想说哎呀 可不可以就这样挂掉啊 哈哈 不过还好啊 现在是真的有好很多啊 也不知道很奇怪 吃个药也花了十天这么久啊 所以说 我常跟人家讲当老师不是一个 当老师啊 因为像我们啊 我们常常在密闭空间啊 就是讲说啊 开的这种客后辅导班啊 对不对 都没有窗子的 不是靠冷气 所以只要一个小孩生病啊 整个连锁反应啊 所以我又觉得我的身体很不好 哈哈 有的人觉得 哎呀好像 周董老师还蛮大事的 可是很奇怪啊 我的免疫系统并不是很好 啊 虽然看起来蛮大事的啊 很容易被病给弄了 好 哎 那位同学 愿意来 啊 利用前面的句型 啊 来造个句子来练习练习 有没有同学啊 哈哈哈哈 我就发现最近好像大家都很安静啊 哈哈 还是成人 所以说 哦 对了哈 老师也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啊 早上的这个课的时段 当然老师是会会维持下去 因为 啊 下午的课程其实也也也不见得 因为我自己也还有个学校啊 啊 我之后可能会问同学哪个时段啊 啊 如果我们是推一些啊 比较适合大家做进阶学习的 像这个是基础课 所以我的基础 我一定是要把大家好好带过去啊 啊 那到时候我再问问看同学们啊 有什么想法啊 啊 那像我老婆的话啊 啊 我是想叫她去带一些更基础的单啊 啊 就只是纯粹念啊 啊 调调音啊 所以她还蛮好啊 她 她 她这个亚马哈钢琴啊 还 还六级啊 啊 所以有制造的啊 但是蛮想带的 OK OK好 OK大学 要练习一下吧 老师是读一下这个句子咯 读 光读句子也可以 也可以 嗯 读AB这个吗 都可以啊 你看你要自己造句还是直读 那我读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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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个 pans 你要 birth and pans on the desk ok on the d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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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ok ok好 不错哈 哈哈 嗯 不错 把它放下去啊 啊 太太害羞了 哈哈 哎呀 忘了多跟他聊幾句啊 哎呀 老师是这样子啊 因为有的 有的 我发现很多同学们啊 他 呃 因为我看到你们像 一般我的 我的 我的帐户上面 有写我的名字嘛 对不对 那有的同学们 他好像是完全没有注册的 我就只会看到 六七个啊 那种类似乱嘛 所以我就 啊 我建议同学们啊 如果 如果在自己的名称上啊 写个英文 让自己比较了解 谁是谁 不然我 每个人看都是六个 七个嘛 那我真的 也分不出谁是谁 还有没有同学想要 如果不会照例句的话 可以直接念啊 这这几个句子 有没有同学 没有的话 我就直接跳下一页 哦 ok 那我先来 注意一下啊 来 所以我们先把这每个字 念三遍啊 那 啊 有 注意啊 有加我群的啊 啊 老师真的希望说你真的要去看 面对一下现实了啊 因为我在我的群已经更新到 第140回了 好 更新到 就是今天会更新到第145回了 每一回都好 好 都有一些单 生词 哦 你可以用一种操作法 哦 有一种操作法 也很简单 记得我在我的文件分享里面有放三千三百 哦 三千一百五十个基础生词 你可以拿 我给你的 每日的五个课 你把它对上去 对到 那三千一百五十个字 那你把它 当做一个目标把它化掉啊 你学过的把它化掉啊 然后你去看看它的发音的模式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练习 哦 所以我给了 我在我的文件分享这边应该 我看看有几 有几个档案 我先看一下啊 原理上 我有一个 1到20的复习系啊 Lesson 1 to 20 还有我一个字蓝音标5 啊 那个是专门讲发音的 还有 音数卡 好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真的想花时间去制作 还有自然拼读课程 每次小学 小学生 生词精选三千一百五十个 那个是你一定要会背的 还有公开课程 好 希望同学们啊 先抓点时间去练习 好 那我们来先看看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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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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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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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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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r Ch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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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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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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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TV stove kitchen dining room toilet toilet sink bathroom next to in front of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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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under okay 好 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自然评论 phonics and 国际音标 phonetic 好 今天我们要还是一样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这个发音 我们在讲这个发音 还是跟刚刚一样 我们讲 A E I L U 短圆音它念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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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长圆音它念 A A R N U 先注意一件事情 长圆音的定义在哪里 长圆音它其实在国际音标它就叫做dexums 所以先注意一件事情 英文 A LU 如果就只有五个音 那我相信大家学英语就简单了嘛 因为它没有变化性嘛 就五个音 但是注意 哦 董卫有问题是不是 来 嗯 喂 哈喽哈喽 嘿 有问题是什么 嘿 有听到 有 我好像 原因我好像不太会读 那我先注意啊 那你就要跟着我们的课程 哈哈哈哈 原因的话哈就是 我们讲五个原因就是 A E I N U 好 我们在讲原因的话就是五个音 哦 所以这是一个复习哈 同学其实你如果你有加我的群吗 有啊 那我昨天更新的那个 那你去点一下它里面有一堂课 啊 它是每天会交二十分钟基础音 哦 那个里面从那个地方然后跟着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那个课程的话每天都会复习 最基础 哦 哦这样子啊 对啊 那就是你哦 原因的话就是A E I O U 那只是我们发音哦 嗯 嗯 嗯 那至于我是长原因呢 长原因要怎么读啊 A 长原因的最后三个好像不大会 一个是念I 一个是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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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同学要问,我先来把IPA的讲一下 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IPA的操作原理 第一个是念 A 第二个是念 A 第三个是什么 E 这边还有一个长E 同学我先把你放下来 因为你有个杂音,然后我用胶的 那我待会有问题 直接你再上来 不然耳朵杂音比较大 来,同学们 我们先再做个复习 再做个复习 我知道有个同学他还没有看我的国际音标课程 我们先讲 R这个音好了 R R R 我们先讲 R R有两个音 一个是前R音 所以我们是讲前R跟后R 前R跟后R 前R跟后R 前R跟后R怎么分 我通常跟人家讲 你先念 R R 可是如果你要念O的时候 你会念什么 O O O 注意一件事情 有两个R 一个是我们讲的后R 一个我们讲的是什么 前R 所以前R它是有戴帽子的 后R是只有尾巴的 所以你可以看后R是有个尾巴 前R 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英文 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学 怎么写ABCD A有两个写法 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戴帽子的A 哈哈 同学们记得吗 还有一个是什么 没有戴帽子的A 诱人称它叫曹写A 那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 写A的时候有两个写法 一个戴帽子 一个没戴 我讲没错吗 一个有戴帽子 一个没有戴帽子 其实在发音学来说的话 戴帽子叫做前R 没戴帽子的 因为少了帽子嘛 所以它叫后R 后R 那再来 我们先讲英式逻辑 因为很多同学 我在讲他 他可能没有看过后R 但他倒看了一个这个R 我讲没错吧 A是反写 A是反写 这个在英式逻辑有一个A是反写 A的反写就是A的这个 来我们先讲一件事情 英式发音 英式发音跟美式发音最大的特性不同 是美国人讲话 如果你真的注意他讲话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播报源 通常讲话是嘴巴好像歪一边 嘴巴一边歪的讲话 如果你有看那个什么 国外的播报源 他讲话嘴巴好像会撇在一个地方 歪在一个嘴形在一直讲话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先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讲话 他偏向中间向前 中间向前 这是他的发音的底 区块 所以他很多音是在前端发的 英国人不一样 如果你看音标来看 你不要去看 你看整体他的发音的位置 英国来自英国的人 他发音多半都在后墙 都在后墙 他前端的音特别少 包含我们讲原因好了 英语就没有原因 就没耳音啊 英语就没耳音啊 他是去耳音的 所以说美国人耳音够多了 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个发音的概念 应该 我先讲这个阿 如果同学发不出这个 I I 为什么念I 我们要先注意 这念什么 我们先会念这个音 这两个音你要先区别 有戴帽子我们念什么 阿 阿 他是前阿音 阿 阿 所以我们只要念阿 阿 阿 你只要一直念的是阿 然后重重的推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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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们念R S T U V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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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注意啊 当我念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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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法是有带耳音 我念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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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念标准 他是念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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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推出这R,R,R 这什么是后R音 所以我们先讲 我通常会给你讲什么叫前R 前R 什么叫后R 什么叫前R 什么叫后R 你先区别出来前R跟后R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你能念出前R跟后R 前R我刚才讲了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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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每个人能念出那个R的音都不一样 我不是要你完完全全念出一个R,R 我要你念的一定就是R加R音的那个R,R,R,R 当你这样念时 你能念出那个R才是我要的那个R 我要的那个R音 当然每个人的嘴型跟他的舌头习惯了 他能念出的R都不一样 那个叫前R音 因为你只要 我现在讲一个习惯性问题 你如果强迫自己念R,R,R,R 那你那个R不可能是后腔语 因为你为了要念出R的音的时候 一定是前R,而不是后R 因为只要搭配了R音 你不可能后腔语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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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听懂啊 什么是后R音 什么是后R音 注意啊 你先念O O,O,O,O 你为了要念O 你一定是后腔音 然后靠近声带来 因为O这个音不可能 用嘴巴的中段以及前段念出来 O,O,O,O 有很多人他说 怎么去发前R跟后R 来,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重点来了 你念O,O,O,O 可是你念O的时候 我要你念R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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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注意一件事情 英国人的R 英国人的R 就是我刚念的那个 先念O O你想念O的那个音 但是你去念R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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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那个就叫后R音 那个就叫后R音 那当然英国还有类似 后R音跟我们讲O O不要念乌音的时候 O,O,O 所以英国来自英国的墙 最多 它最多的发音就是后R音 以及O音 O,O,O,O 以及O音 O,O,O,O 它们是这三个音 美国不是R 美国人最喜欢念这耳音 所以它有 耳音 阿音 也就是我们讲 阿音 阿音 所以美国人偏向前端 所以它的发音都在前端的位置 它英国偏向后端 它很多音都是集中在后端 所以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区别 好的,该你说 爱 爱 爱 这个音里念不出来 爱 这个音里念不出来 先注意前端 爱 到底怎么发音 我们是先念前阿音 阿 阿 阿 再念短音音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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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注意 爱 这个是美式念法 英式念法 念什么 爱 爱 它是念二加一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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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没错 对不对 所以 刚刚就讲一个重点的逻辑在哪儿 英国人的腔多半 就以爱来说 我们讲爱 是前音 但英国人是爱 是后音 听懂我的意思 像我们讲 阿 阿 我们第二个 长元音念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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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想要把音 从前端念出来 阿 阿 中间 中间一点的位置 那 英国又怎么念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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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一点念什么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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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是后端念音 好 去看看它的音标符号就了 所以 真的要搞清楚 美式跟英式的最大的分歧点莫过于 我下个结论 我下个结论 美式跟英式真正的发音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一个有而已一个没有 一个喜欢中前段发音 另外一个喜欢中后段发音 所以有的人常说这个音式发音听起来比较感觉很有那种味道 其实对我来说那不是味道 那是它的发音的声段就是中后段 对不对 就是中后段 它的很多字都是以中后段发音为准 你听懂我意思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它的主要的发声段 就像我们 在讲 那当然 这是他们的发音逻辑 好 那我们现在先注意 当然有同学问 我们有时候想一想 搞清楚 今天我们带了一个重点 所以 如果你不是很会发音 我建议 我们每天都有更新课程 老师其实每天都在我的群组里 更新五卷带子 更新五个小课程 可以一个发音带 那我希望真的有的就是去看看发音带 跟着念 跟着念 它有教一个一个一个小阶段的这个发音 那我们这边课程比较 比较吻合 就是说大家开始直接练习了 好 那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的生词 那注意今天要讲的这个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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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这个音 其实很难念 因为它是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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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中央圆音叫呃呃 发重一点变什么呃呃呃 同样我们如果再讲呃呃呃 是呃呃 然后这边再重一点 再下来一点是呃呃呃 所以你会发现后腔的音有啊 有呃有呃有呃 中间这个是呃呃呃 所以上来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就说呃呃呃 再上来一点点的时候呃呃呃 那呃呃呃呃呃 那呃呃这个音到底怎么念 注意这个符号像接的这个符号 接的这个符号在美式的念法 它是念呃呃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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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是正统的教学法 先注意一件事 有的人不晓得这个 有的人他说那个符号怎么念 那个符号你先念两个短音 延长过来就是什么 那我们要念的时候再配上一个 我们讲说美式的话他配一个什么 他配个中央圆音 Yer 你把Yer念出来去念什么 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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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念 没有什么诀窍 只是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来的 有的 我真的要跟同学们讲一下 很多美国小孩并看不懂音标 也没有学过发音学 既看不懂音标也看不懂发音学 他怎么去学Yer这个音 就是我刚刚的教法 先念两个Y 或者你念一个延长音 Y 然后你配上那book中的 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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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念Yer这个音 但是这音式的念法 它不是念Yer 它念什么Yer Yer 它不是念Yer 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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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听到我意思吗 美国人念Yer 美国人也念Yer 英国人如果看到那个J 用自然拼读 你要把它念Yer 这个就是看你学哪一套 所以我通常跟你讲 你要去多听多学 多想多看 这个是很复杂 那我比较排斥 蛮多人他其实他不会 他就在乱讲 那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刚才讲 A-I-O-U 我们念长元再一遍 我最近听同学们 我真的要跟同学们讲 你在双元音的地方 必须怎么念 A-E-I-N-U 那记得 哪个元音最复杂 就是Yu Yu在天生长元音 就有两个念法 要么念Yu 要么念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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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有同学问老师 老师什么时候念Yu 什么时候念U 老师是编字典 所以我先告诉你 他念Yu以及U 并没有特定的规则 它并没有特定的排列 为何有时念Yu 有时候念U 并不是因为他前方的字是有声或无声 有的人说 因为前方配了个拙音 配了个拙音 跟这一点关联都没有 如果你编的是字典 如果你编的字量够大 你写的量够大的时候 像老师 每个字我都提供你二三十个甚至五十个矩阵 我们以大数据反推 大的一个值来去佐证 又跟我的课程的人同学都知道 我真的老师写的东西很多了 耶稣很多了 所以说我告诉你 他就是没有特定的pattern 说有pattern的那是骗人 那代表他的那个 他编的那个质量太少 太少了 所以他才认为 会有一个特定的形式 因为当你的质量够多时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还是没有 因为有的人他写的书非常少 是很少 一两千个单字生词 他就出来 他就出本书了 我推的值 最高的值有到5万字 48,500 48,500个生词中 我们讲的长元音 到底有没有特定的发音形式 我给你的答案 就跟很多一些语言学家给你的答案 是一样的 没有 没有 所以you怎么办 bet 所以注意一件事 you这个字 到底要念you 还是念u 他需要用bet 他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判断法 但是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简单判断法 所以说有些外国人他念 他念的是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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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 我真的注意很多外国人 他在念you的时候 他都是念you 他都念you 就是you的时候他就念you 去整体性有个固定错在哪 或固定对在哪 因为他不想猜 因为他觉得 我们再玩一个题目就很简单 如果是是非题 你有实题是非题 如果你全部都写是或全部都写对 全部是是 全部是错 否 一般来说整体来说 你有一半一半的机会对 一半对一半错 可是如果你就很喜欢是非题的时候 你的对错对错乱猜 你有可能对很多 也有可能错很多 我就有遇到一个同学很好玩 16题是非题 他16题都错 我说哇真的是天才 因为你猜都还可以猜错 我说你问不两个全部对全部错了 这是笑话 好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这几个 我们来看他的猜法 这个是原辅1 所以念长圆 原辅所以念短 我们直接补短进来 原辅1长圆 原辅短 所以我们直接补 直接补短进来 原辅我们念短 所以直接补短进来 原辅可以短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open 我们称这个叫open syllable 开放音节 如果听我自然拼读的课 应该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双圆 这是什么 圆辅1 圆辅1 这念什么 双圆 这是什么 圆辅1 然后这是什么 圆辅 所以圆辅我直接补短 原辅进来 直接补短 好 好 来 现在困难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 有ube 然后这是什么 开放音节 所以 圆辅1 念长 圆圆 长 圆辅1 长 一个圆辅1 长 好来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去 我们的cube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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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怎样 ju flute mule 这就比较复杂了 也就是你要去搞清楚 它到底是u oru u 这就要背了 然后 第一个我们念的是什么 tube 不念长u 第二个我们念cube 所以也是长u ruller ruller ruller就只是 藏物咯 ju 也是藏物 flute 藏物 所以这好像在猜猜看 到底他念u还u 所以每次遇到那个字时 我跟同学讲 请你背一下 因为老师真的没办法 有的人说 是不是因为前面能念有声或无声 我说跟这无关呢 跟这无关呢 你看这个是无声 cube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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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be ruller suit suit 这个念什么suit 藏物 藏物 ju ju flute mule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就 看出来两个差异 不管是无声 有声 无声的k 或者有声的m 他都是念u 就是无声的t 对不对 有声的j 所以这个我们讲u 以及u 请大家就是真的要用被的一个逻辑 好 那我们先来看 今天来看看 那我们就来把 这几个音写出来 u be 就是圆辅1 如果跟着我音书课程的都知道 圆辅1 我们念长圆 t造钞 b造钞 所以就念tub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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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注意s跟n可以直接造钞了 不能造钞的是哪几个 嘛 ac c q x y 是不能造钞的 c遇到c 所以一般来说遇到c 我就写什么 q b造钞 q 所以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同学们,如果你今天拿到我的因素卡 BE是不是一个尾 是不是个尾因 从你因素卡里找出来,有没有 有嘛,对不对 所以BE的组合 你看你就可以写Cube 这些组合,对不对 Bus Bus B跟S是不是CQXY 不是,所以造钞,所以念什么 Bus Cup C 是不是遇到那个CQXY的C 所以我们写C P造钞 Cup G GM 都不在CQXY,造钞 所以念Gum Ruler R L造钞 注意这个尾音,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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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uit S跟T不稳和CQXY 所以造钞 所以Suit June 記得J J J的那个符号被Y拿走 对不对 所以J要写J N造钞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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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 FR造钞 T造钞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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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e M造钞 L造钞 Bug Bug Bug也一样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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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我们来做一点练习 看同学来念 我们先来只唸第一个音 每个唸三遍 T T S S K B K G R R S J F 直接念F就好了 F M B B B 中等速度 T S K B K G R S J F M B 快一點 T S K B K G R S M B B T S K B K G R S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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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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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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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来 只念中心的合音快的 中整速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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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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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再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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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念运音的地方 你不要 Um,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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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r, uu,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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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 好了,我喜欢运音,快的。 中等速度写一秒,U, P, yewp, us,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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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 中等速度在这边啊 you 呆 你 呆 你 呆 O u ut ear U u 呆 快点 you 呆 你 呆 O u ut o m 呆 O u u ut 好大杰 好 来 哪位同学愿意 我指到哪一個,他就唸那個字出來 來做個練習 老師練得這麼累,都還沒有辦法,可能願意自告奮友 有沒有同學想自告奮友的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OK,so,Brian OK,來 Cup,cup Gum,Gum,Gum Cube,Cube Cube Rula,Rula Fruit June,June Tube,Tube Tube Back,Back,Back OK,不錯,先跳下一頁 OK,下一頁這個地方 OK,好,我們順便來做個複習 喔,這個地方 喔,這個地方,來來來來來,我們來先注意啊,這邊是Long Value Match and Rules,我來看看,媒體有三個答案 每一題有三個答案,你覺得第一題 啊,等一下我看看喔,第一題 OK OK,這個Mile 你知道他是為什麼念Mile的規則嗎,你有看那個,Mile為什麼要念Mile 喔,這裡是那個圓斧音,圓斧E,圓斧E,圓斧E嘛,BCE嘛,OK 那你知道Pale為什麼要念Pale嗎 為什麼要念長,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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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那這個Rock為什麼念短呢 他這裡是那個VC嘛,VC還有VCCVC OK,不错,不錯 不错啊 老师有你就有救了 我先把你放下去啊 哈哈哈 我每天 其实你看Brian是一个很 很上进的啊 他代表他有备 有些东西我建议啊 如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发音的啊 在我的群组里 真的有在讲啊 每天有公布啊 那我希望说你去看一看 养成一个习惯读一读啊 这个你就可以加速啊 像他的话他就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啊 我真的讲啊 如果你不愿意看文章 那你也去看那个我每天公布那个小小的那个看久了真的会啊 那好像催眠一样 有的人愿意被催眠 有的人不愿意被催眠啊 永远回到那个点 我待会我来讲一下啊 所以 你先注意一下这边都是什么 圆辅一 这个叫圆圆 这叫圆辅一啊 所以你要先会区别啊 先会区别 如果你一个基础的区别的 你都搞不懂 那我建议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堂课都回到 我跟人家讲 我们不可能每一堂课都回到第一堂 这样子永远都 不过没关系啊 老师最近在写 我最近花了 你知道我昨天 花了多久写电子书 我花了整整 将写13个小时 写到早上 好累啊 真的是啊 有的时候很痛苦啊 来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来 我每个字我念一遍 我待会教你们一些 进阶的东西啊 我每个字念 123啊 我念一个 你看我念的是哪一个啊 number one 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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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wo s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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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hree 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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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four 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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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four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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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six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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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seve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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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ht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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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e 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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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这边的就比较复杂了哦 啊 我来念哦 我先念一下要看哪个同学来挑战 因为这些音都是很接近的哦 哎 我们看哈 一个我们念是什么 mile file pile mile file pile mile file pile file tile 注意哦 我们念ale的时候 你要去想像哦 你的念是什么样 a o 你要想像你是这样念 为什么要这样念aleale 因为l是一个approxima 是个静音 有四个approxima 是哪四个 r w y l 这国际音标记已经知道有四个静音 分别是rwyl r r r w y 还有什么哦 r w y o o 所以我们怎么念l 我们怎么念l 我们怎么念l l的音标看起来就是很这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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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吗l r o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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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e cube cute mute cube cute mute cube blue rosu blue rosu blue rosu right tire fire right tire fire right tire fire use mill cube use mill cube use mill cube tune flute suit tune flute suit tune flute suit 好來哪位同學 11點08OK時間夠來哪位同學來挑戰 要嘛你挑戰這個要嘛挑戰下一頁都可以啊OK Lisa OK 來我知道了跟你就來念吧哈哈哈哈 blue ruor suu rug tab mug use mule cube untuk worden 分 不好 可以嗎 Pie Rude Tuen Sue 一样哈 这一页也是123 注意听一下哈 123 所以说我发现我时间掌控不很不好 每次都快 都会交过头 OK好 一样哈 Study for number 1 B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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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2 June June Number 3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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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4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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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5 M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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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six 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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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seve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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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eight to 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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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number nine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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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en do you do you do 11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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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number twelv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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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来一样哈 我们来捏 等一下 可能真的要跳到这里 哈哈哈 ok i the story ok ok 来我们来看看哈 我先来念一到六 number one to six 然后我们的媒体也是演一二三 然后听听看 拿个答案哈 讲好一二三哈 ok start for number one he got it from su he got it from su he got it from su geek feel like rainbow could number two look we're taking on the bus hä luke we're taking on the bus luke we're taking on the bus luke we're taking on the bus Luke will use a box Luke will use a box Number four He will put a ruler He will put a ruler He will put a ruler Number five Sue has a tube of groove Sue has a tube of groove Sue has a tube of groove Number six The box looks like a cube The box looks like a cube The bus looks like a cube Okay, see only Your set Mmm Hi, Your set Texas, Alassun. He got it from soon. Abox. Look where you use a box 好,那我先把你放下去, 也待會還有一個要做 有沒有人做456? 有沒有人做456? 好,Lisa OK,46 He will put a ruler Su has a tube of glue OK,Su has a tube of glue The box looks like a cube The box looks like a cube OK,好,不錯 來,我們現在先注意,下一個 我希望同學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來練習一下口語 這個是故事有緩解的 所以我們來看 Lu has a tube of glue She paces on top of a cube Oh no, there'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s glue Cube One more time Lu has a tube of glue Lu has a tube of glue She paces on top of a cube Oh no There'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s cube Lu has a tube of glue She paces on top of a cube Oh no, there'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s cube One more time, Lou has a tube of glue, she picks it on top of cube. Oh no, there'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e's cube. OK,所以你要想一下,這裡有個語調, Lou has tube of glue, she picks it on top of cube. Oh no, there'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e's cube. 你自己試試看,哪一位願意上來? 這是故事型的,聽故事型,來練習一下. Lou has tube of glue, she picks it on top of cube. Oh no, there'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e's cube. 其實這個字比較難編,因為它唸了什麼?paste, 因為它是複數,對不對?pas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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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e on top of cube. 所以這個字才是難編,所以這個字才是難編的點。 OK,來。 Lou has a tube of glue, she pastes on top of cube. Oh no, there is too much glue on top of Sue's cube. OK,good,不錯。 這個音有轉過來, 因為這個其實是難 Cairo, pas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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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e. Lu has a tube of blue. She passes on top of a cube. Oh, no, there is too much blue on top of Zeus's cube. OK,這個paste,其實paste比較好,因為paste是它的複色,pas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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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它這個確實難唸在這裡,因為它是複數,我們ts會唸這個音,這是很特別的一個雙語,paste,paste,paste.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會配10詞?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複數結尾,有些我們知道 有些結尾s的時候,如果遇上es結尾,我們會唸c,e,c 也聽懂嗎?因為有些名詞複數結尾是嗎?對不對?我們遇上es結尾會唸e字嗎? 好,它這個是配上,它反而是因為ts結尾,因為這一樣是es,可是問題是它是因為結尾音,所以它只能唸 只唸詞音,好,我先把你放下來,好,來,先來注意一件事情,我昨天稍微有給大家看一下一個課程 好,昨天我拿一個NBA的東西,好,同學們也可以研究一下,好,同學們,今天要繳完之前,我們來先看一下,一般來說 如果你在問我語法,這個繪畫哪裡呢?像昨天那個文章,因為我講太快了,這個文章它有幾個要訣,有幾個要訣,第一 很多人在講說我想要念文章,那我們要講說文章大概是走向,像這樣子的文章就比較新一點了,對不對? 因為它等於是前幾天,前天才有一個運動記者寫出來的文章 它裡面用了有些字,有些詞,並不難,但有些詞,我們在講,發音難,難在哪?人的名字很難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取名字的是用什麼方法來取,它可能是外國人,它的名字本來就不是英語 所以對老師來說,我這麼講,常常講的單字生死不難,問題是真的要在念文章,真的要去表演,真的要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會遇到常用字,要聽懂我的意思,就像這個故事,哪些字難? 我舉例來說,你一定要會面什麼? Austin Salty, Los Angeles Lakers,這些字都要看,Dormancy,這些字不難,難在哪裡? Lonzo Bob,這個是Lonzo,Lonzo,Lonzo,它不是Lonzo,它是Lonzo,對不對? 所以它是破音 Jason Tatton,Tatton,Tatton,這個字 是人民,你怎麼知道怎麼唸,英傑芬嫩,對不對? 這個 Francisco Tatton,他的J,又不是 Chicago Tatton, suchen 傑芬就知道,この note 有沒有注意呢他說 llamosa trabeaster man,Haha,熔芬就是美,他這個也很特別 Kyle,이가可以A董事mus, 98% Kyle Kuzma,'s okay. 对不对 对不对 Semi Semi Agelli 所以很多名字 根本就不是用拼音逻辑 或你也找不到它的拼法 我建议有的人 有的人他懂拼音逻辑 但是遇到人名时 你还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一般来说我讲 你还是要学音标 你要过音标 你会自然评论规则 你还是要有些逻辑 OK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家的语气的问题 语气的问题 所以一篇文章 我建议都是拿长篇文 自己出去做练习 我再试一篇 Las Vegas Astella crowd invaded Thomas and Mark Max Center of the UNLV Campus Saturday to see two of the NBA's greatest rivals Square out While there wasn't much at stake For the Boston Celtics and the Los Angeles Lakers In the NBA Summer Leagu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ir 2017 Tribe picks Of the hope that the rivalry might soon emerge from its recent dormancy Alice were on the matchup of the Lakers' No. 2 pick Lanzon Ball Again Celtics' No. 3 pick Jason Tecton Both players delivered in very different ways But later picks Kyle Kuzma Lakers and Semmy Agility Celtics also impressing the game Botson 186-81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four rookies JS 还是一样 当然老师 老师从我 顶多练两次了 当然语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一直跟人家讲 如果我的环境 我的朋友不是ABC 我的朋友来找我 其实我讲的英语不是 不是我在教你们的英语 我教你们的英语的时候 我有换一种语调了 但你说我能不能揣摩 刚刚我念的那个就比较偏向这样 波报源的念法 波报源的念法 它其实有固定的模式 但是我不会用这种音调 跟我的朋友在聊天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自己是教书的 我自己在教书有写书 所以我这么看 你需要努力 你需要努力 没有什么叫做什么前天后天 这个不努力都是挂 老师不会给你讲 那么多有什么捷技 像我刚刚念的那个剧情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 当然那个是我的念法 当然那个是我的念法 这篇文章 我先讲一个重点 这篇文章 它并没有原文 并没有原因 它是报纸 它是报纸来的文章 所以我并没有办法揣测出它 它会怎么发音 这是以你英语的一个基础 你的能力 你大概觉得它会怎么发 那先决条件 当然你要不停的练习 那老师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还有今天就是说 希望同学们有跟我的群的 加入我的群也没有 也不需要花钱 加入我的群 记得看一下文章 我们每日简单的课 请大家真的看一下 那依旧会好像我看 Brian也不错 肯定知道怎么判断 这个短缘因长运 希望你真的花点时间 因为老师的基础课 不会是永远基础课 真的希望同学们 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不可能永远教最基础的课 你心里要有准备 有一天我不教的时候 你不要再怀念 这个我不可能永远教基础 那我希望大家同学珍惜一下 几个月一下就到了 我已经教26课了 希望大家真的加油 那今天到这里 谢谢 请不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